欢迎收看第2017北静不静音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胡锡进 这个人啊是在我看来啊是墙内最无耻的人 为什么说他是最无耻的人呢 是因为他的心里啊跟明镜一样 这些事情他完全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呢他try的明白装糊涂 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的影响力啊很广 所以呢他的这种装糊涂啊 去这种混淆视听 他所能带来的伤害的这种广度和深度 都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我最早注意到这个人呢 是是很多年前了 有一个朋友 他当时呢来这个海南三亚来找我 跟我说呢说这个 你问我啊 就是因为我认识很 基本上当地的这些好的酒店的这些负责人 我们都很熟 他就问我呢说有没有酒店 愿意每年呢拿出几天时间来招待他们那一撮人 我说你那一撮人都有什么人啊 跟我说啊有胡锡进有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在一个微信群里啊 经常去讨论一些问题 所谓的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啊有良心的学者 然后呢当时我对胡锡进还不太了解 我就知道是环球时报的主编 也没怎么关注过他啊 我说啊这么一群人 然后想过来 每年过来呢就是开会 实际上呢是 呃他们 当然机票可能是自理的啊 然后过来就等同于度假 那么有酒店呢去招待他们的吃喝 然后我说那对酒店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啊 说这个啊 他们有很好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们可以办成一些商会啊 可以让一些企业也来参会 那由由这个胡锡进啊等等 他们这一圈的这些人 去给这些企业呢吹吹风 那介绍一下中央的一些政策 一些内幕消息等等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状态嘛 那么酒店呢也有他的好处啊 来参加的 因为可以卖票嘛 你可以组织这种商会 把这个票从这个企业家的手里 把这个钱收回来 那企业家也很乐意去结交这样的朋友等等啊 这是我那个朋友给我出的一个主意啊 说有没有资源愿意办这么一个事 那我说行 我去了解一下对吧 那我就从得了解了解 他口里边的这个胡锡进啊 什么这些人到底都是什么货色对吧 然后结果我一了解大吃一惊 这些就是所谓有良心的中国的学者 当时因为我讲过我这个故事啊 我之前很多年 我都是在这个埋头写东西啊 没有没根本就没有介入到那个社会中去 我有一点点出事的感觉 然后呢 所以呢很多人 就是就是现在 现在都臭名昭著的这些人 我都不太了解当时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 那么等到慢慢的 我写东西 我2020年年底 我把书写完之后 那么21年 包括22年 那我 我在这个社会上活动的多了一些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社会没救了 那这些人都已经都 这些丑角啊 跳到舞台上去乱舞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胡锡进是一个 完全啊 就是他是一个在各种各种使坏的一个人 那么这两天呢 他又使了一个坏 就是什么呢 他呢宣布啊 他要进入中国的A股 他自己啊 所谓的老胡也要变成一个股民 然后他说他投了10万啊 然后去给大家每天汇报 什么今天挣了几百 然后 然后到到到昨天吧 还是今天说他又什么 全亏了啊 全线飘绿了 但是呢 他对中国股市有信心 他就又追加了10万等等 他这个坏会怎么使啊 首先呢 他会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样子 那就是我老胡啊 我不懂啊 我当然我对中国有信心 对吧 我相信股市已经到底 到底了 那即 因为他会给自己留一个余地 后面即便股市再跌 他也可以说 哎呀 是我老胡不懂这个股票 对吧 我也被套了 大家被 你被套 我也被套 对吧 大家都是受害者 没关系 但是呢 我还是相信中国 我还是相信共产党 我还是相信中国的A股 那没问题 肯定又到底了 又到底 他就会不停的用这种方式 给大家打鸡血 给大家洗脑 而且呢 这个里边呢 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肯定会收 里面的一些企业的钱 去帮助某一些股票 或者某一些事情 去做宣传 用他的这个流量 所以他现在投十万也好 二十万也好 那都不是他自己的钱 他投一百万两百万 那也不是他自己钱 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 他真的很心疼的钱 因为他从里边能挣更多的钱 那这种人呢 就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吧 叫屠材害命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财产是很少的 那么钱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他的命 因为没有钱 他就活不下去 那么愿意去A股里 去充当韭菜的这些人 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像是那些很穷的人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他们肯定没有钱去炒股 对吧 然后觉得好像有钱炒股的人 是稍微有点钱的 但不是 真正他们比那些底层 也高不了多少去 那他们的钱也是很少的 然后可能就几万啊 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 这么一个存款 然后他们就会去投入到 这个A股里 因为这些人呢 他们的认知学识 他们没有别的方式 去让自己的资产保值升值 也没有别的渠道去投资 所以他们只能去 只懂这个股票啊 或者基金 甚至有的人呢 当然他那个性格原因了 他觉得这些东西还慢 他可能会去炒期货 对吧 那么这些人 他的其实经济承受能力 并不高 也就是说胡锡进呢 这种坏人啊 他去做这种事情 最终会让有些人啊 去一直追随他的啊 觉得哎呀 胡锡进 你环球时报 总编怎么能骗大家吧 他肯定有一些 内幕消息 他说股票 他对A股有信心 那肯定是有内幕消息 真的会骗到很多人 那么这些人 最后会被骗得血本无归 那这些钱没有了 实际上你屠财 就是在害人家的命 也就是说胡锡进 现在干的事 就是屠财害命的事 那他不仅是中国最无耻的人 而且他现在开始干 屠财害命的事 所以我是希望有一天 中国那片土地啊 革新了也好 还是变得一片大乱也好 都会有人啊 能把胡锡进这种人 去惩治和清算一下 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 因为太无耻了 那么同样呢 我今天这些节目呢 还是想给这个墙内的朋友提 另外一个醒 就是我们经常说啊 中共啊 割韭菜 对吧 挖人矿 但是我们要看到 随着这个局面的失控啊 越来越失控 那么中央的掌控力也在下降 我们要看到 真正挖人矿 割韭菜的 不只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只有他们 在挖韭菜和割人矿 对吧 因为底下有很多的啊 有有像这种红色家庭 有这个体制内的 对吧 有九千多万的党员 还有呢 像跟这个体制啊 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些白手套啊 做生意的 没有良知的 没有道德的 没有良心的这些人 有很多 非常多 而且很多还在海外 就是所有这些人啊 他们都会趁中国的这个 这经济下行 人心恐慌 会去趁这个机会 去挣钱 也就是说去趁这个机会 去割韭菜 所以有很多人会想去割韭菜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局面 那不只是什么底层互害 或者说共产党对人民的一个镇压 因为中间层啊 中间层 你像胡锡进 胡锡进这种人 还有很多人 他都会去在里边去 去想办法挣钱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种要 值得大家提醒的呢 就是这个 有的人想润出来 对吧 然后走这个移民润出来 那么你现在 有的人啊 他就会相信什么人呢 他就相信在海外的这些做移民生意的人 他觉得你已经在这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了 然后有的人呢 好像就是他也会用利用这个墙内的 小红书啊 微信朋友圈啊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软件啊 抖音啊什么 他会展示一个他在国外的比较好的生活 然后呢 去让人觉得他很有钱 他不在乎钱 他只是想帮助墙内的人润出来 好像是做一个大善事一样 虽然他也是一个移民的生意 他为的是让大家相信 他的这个收费是合理的 我呢就了解到很多 因为就是比如来欧洲这边 对吧 那么我在油管上我也看到过 在推特上也看到过啊 挂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欧洲这些国家的名字 然后他们说呢 就是办这个各种各样的移民啊 各种各样的签证 有丰富的这个这个经验 那有各种各样的渠道 人人际关系网 国内的国外的啊 帮你从这个地签证准备材料 甚至编假的材料 一直到这个到到这个国外来安顿下来啊 你租房买房 孩子入学等等的 一切的东西 他全都给你包园 那么我我就这么说 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这我我这句话说出来 肯定是得罪人的 那肯定是要坏很多人的生意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目前看到的啊 这些油管上的推特上 有一个算一个啊 基本上 基本上啊 你我们不能全打死啊 不能说一个都没有 但是大部分啊 尤其是叫的很欢的 自己甚至做一个什么自媒体 每天呢 也都做频道 但他不敢露脸 那他就做一个频道 也去骂共产党 然后呢 也去教大家很多移民的知识啊 这种人 他到最后收费的时候 他会非常的黑心 不是说这个事不给你办 但是呢 你会付出三倍五倍 甚至十倍的代价 去移民出来 你会损失很多钱 这个是想给大家提一个醒的 就是这些人 虽然他已经人在这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了 但他的眼睛还是瞄着中国的墙内 他还是想利用这种人心的恐慌去挣钱 这个是也是 他也在割韭菜啊 这是非常可怕的 呃 我为什么会了解到很多这种内幕的消息呢 因为一 我自己 对吧 这么去年 我这么移民出来 我自己亲身去办了这些手续 很多东西我知道 其二呢 我有一个朋友啊 但这个绝对不是打广告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那么所有的从墙内去办这种签证来西班牙的 那么这些准备材料这块啊 你比如说有什么翻译啊 对吧 各种的双认证啊 这种所有的材料准备 呃 百分之七十 我敢这么说 七十可能都估计低了 百分之七十的这个订单 其实都是我那个朋友的公司做的 但是他的收费非常的合理 但是呢 他只是一个算是怎么说呢 最底层的一个商吧 因为他是要这个薄利多销的 他只准备这些材料 那么嫁接在他上面呢 有很多的公司 就是我了解到的 这些人就是做移民生意的 也就是说呢 他去开展客户 他骗到你之后 那么真正底层准备材料 他还是会甩给我这个朋友的这个底层公司来做 他们等于算是一个中间商 挣走了大量的差价 这个就是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啊 我不在这里去 曝光这些公司的名字了啊 就是但是呢 我可以说 大家擦亮眼睛 那一定去货比三家 对吧 货比三家 有些事情呢 呃 你恐慌归恐慌 你认出来的心呢 很着急 但是呢 你要擦亮擦亮你的双眼啊 去货比三家 去了解更多的这种信息 才能避免被骗 那不只是这种移民出来 对吧 还有包括这种墙内的这些胡锡进这些啊 就我们到后面会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 因为那个情 国内的情况每况愈下 那么人心的恐慌 经济的下行 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甚至体制内的 甚至国企 央企 那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下来啊 亲自下场去割韭菜 那大家都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把把这个韭菜的钱都收割了 这个是一个 会是一个进入这么一个局面 我觉得想做这么一期节目啊 用胡锡进和这个海外移民的例子来提醒大家 好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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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